姐夫在那個隔離的時候 然後還是會視訊嘛 我對說 爸 然後我就一直說 那個問他說 你認不認識陳宇植 李仲碩 然後什麼什麼張鶴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他們都太年輕了 我不認識 我說 蛤 我真的突然留在喜呢 在12月與拒駿葉登記結婚 身為妹妹的小SA 麗婷姐姐追求幸福 日前拒駿葉返回韓國 還不忘幫小姨子追星 白日小S興奮PO出影片 透露姐夫聚君夜上綜藝節目 接受訪問時 特地為自己謀福利 開心直說自己是不是要準備進軍韓國 還順便向網友求救 表示需要韓文老師 影片中可以看到 劉再喜和曹氏浩一開始就用中文 跟小S打招呼 大家好 你好 我們這裡 雖然姓 其實我們在影片通過 我們在訪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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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urately 香港私人 都會有機會 我們是真的 我們在英文的字幕 是武漫的結束 明天 就不見得意 也不現在 我們是很想 我們在這群 今天 我們在訪問一本 我們猜疏 多久 我們要幸福 都給你 我們來吃 我們來吃 彼杰姊是彼杰姊 彼杰姊也來吃 我們來吃飯 我們來吃飯 彼杰姊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影片公開後讓超多網友留言好羨慕 也稱讚句真的是個好姐夫